Hello,大家好,我是Suki 现在我要用奥利奥和牛奶 来做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巧克力蛋糕 我是在TikTok上面看到的这个食谱 我有一点点怀疑 倒不是怀疑这个食谱 而是怀疑我自己的厨迹 毕竟我的厨迹不是特别的好 首先拿出一包奥利奥 这个奥利奥这边写着 拥有奥利奥 我像是有了全世界 写的还不错 现在我要把它全部碾碎 我的天呀 奥利奥居然这么结实 OK,现在把奥利奥倒进去 然后呢,往里面倒入牛奶 我觉得倒这么多应该合适了吧 把它们搅拌搅拌 然后再压一压 把它放到微窝炉里面 微一分钟左右 我决定再放一包奥利奥 我觉得还不错耶 你看,很像是蛋糕 很好闻耶 我觉得可以耶 我尝一尝 它是那种 你看,很软很Q弹 你看你看你看 天啊,好像一个蛋糕 我觉得如果我少放一点牛奶的话 它可能就成为那种 就是布朗尼那种质地了 我的天啊 好像是我有史以来做的最好的蛋糕了 好热 那好好吃哦 我的天啊 嗯,好好吃哦 我的妈呀 真的好好吃哦 而且超级简单 连我这样的人都可以做会 你一定一定要试一试 真的,真的 你一定一定要试一试 超简单 就是,我觉得你放奥利奥之后 大概就放三分之一的牛奶 那样子可能质地会更好一点 因为刚才我牛奶放的实在是太多了 我觉得倒这么多应该合适了吧 合适了吧 但是被我拯救以后真的好好吃 我的天啊 这太神奇了 这完全就是一个巧克力蛋糕 除了长得稍微有点难看以外 真的是味道非常好哎 真的,我觉得这个蛋糕加上一杯咖啡 完美 你看 现在就已经非常非常像一个蛋糕了 是吧 真的超级好做 超级好吃 你一定要试一试 然后如果你想让它更甜一点的话 你可以放一点白糖 我觉得超好吃 你一定要试一下 然后告诉我感觉怎么样哦 是吧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